副总统赖清德到台中向党员报告身旁出现立委黄国书,黄国书的另一个身份是担任过国民党宪明,在未除够及开放情治党案情况下,我没看到学者谴责与宪明共舞的赖清德,不晓得是学者声量小,或根本闭嘴。总之,我13年前写过一篇《宪明与特务在台湾的美好预言》果然实现,只要加入民进党或仍然是民进党的友军,把转型正义当口相堂嚼得学乏,政客,真面目就是拿转型, 转型正义来拳斗,对正义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兴趣。我13年前曾引用无疑农父亲大人吴乃德的转型正义和历史记忆,台湾民主化的未尽之夜,当时吴乃德说,真正的和解必须曝露可怕,滥用,痛苦,作践,和真相,揭露真相有时候可能让情况更恶化,这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行动,可是从结果看来,它是值得的,因为揭露真相有助于受害者的痊愈。P14,为何黄国书作为宪明的过去? 始终没有揭露真相,因为民进党不想要曝露可怕,滥用,痛苦,作践,和真相,因为民进党不想要真正的和解,因为民进党不想要受害者的痊愈。 我13年前就提过,当年波兰要清查共产党宪明,国会就开始立法,要求对全国70多万嫌疑人逐一清查,我当时对台湾的情况指出,特殊的是台湾的道德观。 在波兰没有人替宪明说他们是如何被迫的,就算是华沙大主教也要辞职,更要对70多万嫌疑人逐一清查,台湾呢? 现在,从赖清德毫不在意地坐在黄国书旁,可见已经把宪明黄国书当成自己人,最妙的是,赖清德向党员报告的对象,包括黄国书吗? 我以前说过,我现在再说一次,台湾转型正义非常虚伪,也不追求正义,总有一天台湾必须重新来一次正版的转型正义,把这些扭曲转型正义的痴魅王两,全部一网打尽,除恶物尽。 Blackjack2023年1月10日,向党员报告台中场黄国书选,不选立委呈热门话题。 2023年1月8日20点04分联合报记者陈秋云美台中及时报道,明镜党主席唯一候选人赖清德, 竟在台中展开向党员报告座谈会,听取基层的意见。 无党籍立委黄国书说,大家都疼习民进党,2024要总统当选,国会过半。